下一則,工業打掌聲,謝謝。 跟新華媒體的報告說, 貨幣的文化工業經濟增加了人們的文化生活。 19次國會議會提出新的文化工業經濟發展。 請請請我們提出文化工業經濟發展。 請請您提出文化工業經濟發展。 謝謝。 發展文化產業應該說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綜合內容 我認為發展文化產業也是活在滿頭文明生化美化性期待 總綜合我們講的解決不平衡或充分的應該是重要的舉措 也是促進經濟轉方式、調結構會名稱的重要的途徑 要說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高度重視、積極推進採取一系列措施 促進文化產業發展 18日以來文化產業的增加是迅速提升 由2012年的1.8萬億到2016年的3.8萬億 在GDP的比重由2012年的3.48% 提升到現在的4.14% 應該說為滿足人民美化生活的新期待也做著努力 但這方面大家有更多的期待、更高的要求 所以還需要花更多的氣力 那麼在推進文化產業發展方面 我想按照4.14%的報告所指出的 主要是這麼幾個方面 一是要透視新理念 就是要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加拿大推進文化供體設計劃性改革 不斷提高文化產業的質量和效率 二是對接新需求 這主要是根據人民群眾所謂的經濟社會發展 日益增長的經濟文化需求 咱們怎麼樣不斷的創新文化內容 就是要用行事、手段、方式、把握創作導向 多數金筆硬作 提升和完善文化服務 同時還要引導文化消費 促使文化的健康發展 第三就是要培育西業態 大家知道科技的發展 人民的需求確實有多方便的 多精緻的 我們要依照高科技 激發文化創業 同時也體現中華文化基因 積極落實 互聯網加這個戰略 和文化加這個行動 這樣培育新型文化業態 激發文化產業發展的內生動物 第四就是要拓展新市場 咱們要足力建立 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 創新文化市場進行機制 鼓勵和引導 社會資本 投資文化實現 現在說這方面還是非常活躍 投資的力度也非常大 同時還要大力推進 對外文化貿易 拓展文化發展的空間 進而主導引領國際市場 拓展影響國際市場 企業市場 所以這五官產業更好 更快的發展 謝謝 好 咱們繼續提問 謝謝